你 好了 自觉点 怎么 一提缝车 你就敢跟我甩脸色 不要 不要自教自教 我要的是他的美男 这样的家旧 很公平公 表现得还不错 发什么呆 问你话呢 没事 不错啊何谷 你要一直这么听话 知道吗 在这里等我 晚上带你吃好吃的 想想我十顶饭间 不过也爱不着别人 快三十了 再见也见不了几年 能跟他多待一天 是一天 哪怕多记载一点回忆也好 何谷哥你怎么还在这儿 就还让我等他 韩哥早就走了呀 跟剧组的人吃饭去了呀 走了 行吧 那我回去了 那个 韩哥下午太忙了就忙忘了 我我请你吃饭吧 不了 你早点回去吧 何谷哥 喂 您好 何谷哥 是我 冯真 出来见一面吗 何谷 好久不见 冯真 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这么见外 还是喝一口一样 一点没变 来 先坐吧 喝点 这是宋绝涵的吧 很贵吗 还好 就不像是你会喝的 你从上学的时候最对酒不感兴趣 对了 宋绝涵告诉你我和他见面了吧 说了 刚才你们相处的还不错 还可以吧 可是他绯闻那么多 你们不会经常吵架吗 那些都是假的 何谷 你这是何必呢 冯真 你大概是误解了 我和绝涵只是彼此作伴 他的绯闻是真是假 和我没有关系 所以宋绝涵说你是他好工的一员 不是开玩笑的 你觉得呢 那这么多年 你和宋绝涵算什么 我和绝涵的关系跟你无关吧 今天是来跟你接风的 我不想谈论其他人 怎么 我连外面都不能吗 哥哥 如果没有宋绝涵 你本该是我的